2014年底李宝珠接任长庚董作 成为40年来首位非王姓劳董 今年长庚改选李宝珠信守不再续任 现在传出可能交棒给女儿王瑞慧退出长庚董事会 那同时也是对于这个王勇在这一脉 释出某种程度的这个善意 长庚现任董事15席董作李宝珠传出可能确定退位 台塑三位老陈借令退休 这次也将一同退出董事会 控出的4席将由王勇在二房长子王文瑶 台塑董事长林建南南亚董事长吴家钊 台塑化董事长陈宝朗次位地补 非王家医师代表6席也将交棒给年轻医师董事会大换血 你要娶的董事长 你必须要有8席以上的董事支持你 以目前的王瑞慧来说 他跟这个王勇慶这一脉已经有2票嘛 对不对 那如果能够加上医师这6票的话 就变成是8票就过半 外传去年初两房家族兄长自行决定 王瑞慧退王文要禁 但王瑞慧申根医院30年坚决拒退 加上年纪又比王文渊年轻10多岁 两大家族关系一度紧绷 目前的分治是公司的实际上的营运是王勇债这一脉 但是后面掌权跟掌握经脉的可能就是王勇慶这一脉 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有一点点分治的这个状况 李宝珠这期下得妙 关键就在王瑞慧申根医院30年六席议事票十拿九稳 这一席抢得凶因为他牵动着市值2.4兆的台速四保掌控权 长庚持股台速9.45% 南亚11.05%台化最多18.58% 都是持股排名第一大的股东 台速化5.65%排名第四大股东 长庚目前不做评论 看来长庚董事是否有新气象 很快就会见分晓 东森产情新闻杨宇廷梁丽 台北常常报导